各位網友你們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賽馬頻道 接下來這條影片會和大家繼續去分享 星期日的沙田日賽12月5日的心水 今次是跑10場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是1點鐘 今次我就先講第二場 然後再推介另一場做一膽拖兩腳的心水 看這條影片之前當然希望大家快點點讚好 先給點讚好 點讚爆這條影片 最重要不是支持我 而是支持星期二的賽馬頻道 因為我不是很值得大家的支持 做了這麼多期內 都是中得一關 兩關都是中不到的 所以就很失禮 希望這樣可以 我都會繼續努力去做好的 今次是跑六場泥地賽和四場草地賽 由於今次的賽事是國際賽前一次的賽事 所以跑泥地較為多 要保養草地跑道 這是很正常的 今次我也是推介兩場泥地賽給大家做個參考 希望可以吧 好嗎 我想先講第二場賽事 第二場是跑五班的千二米 這一場我自己會選擇一隻較為相對好分的膽 然後拖兩匹熱一點的配腳 膽來說我自己選擇一隻十號的好攻勢 這一匹馬是放頭馬 而這一場賽事我看一看 沒有什麼馬帶頭 變相他單騎領方自己走的機會都挺大 放在前面走 排了三檔 貼到條欄 對不對 這一隻馬其實跑泥地挺好的 最主要的問題 上一局會跑得差 會比較失望 其實都是因為失望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那場賽事都放得很快 十一檔埋下來之後 他都用了很多的腳程和氣力 埋到為帶頭 然後放到45秒42 五班賽放到45秒42 是比標準時間還快的 所以這場賽事是虧了快的補足 以及虧了場地 虧了檔位 那跑了第五名 我覺得這場賽事已經不失禮了 這一局的形勢會好轉 第一 現在天朗氣清 我相信不會失望地 繼續乾淋 因為不會下雨 第二就是 這場賽事的形勢會好一點 排了內檔三檔 順其自然 一檔二檔都是後上馬的話 貼到一條欄 自己帶頭 操控著披繩 也不需要畫上額外的腳程 要硬吸起來 第三就是 這場賽事其實都不多馬手 都是他自己的馬大 可能那隻中華精神 在他外面會吸起來 我想是這麼多的 第三點 這場賽事 他減了磅 減了7磅去跑 揹116磅 上次是122 輕了6磅 那裡已經一場頭馬 所以這場賽事的形勢好很多的話 其實這隻好攻勢應該會有權跑得好 比陳家希跑 賠率 怎麼都會相對 比莫雷拉 潘頓 會好很多 事實上陳家希貴成績都不錯 對不對 那些好攻勢 那些好攻勢 我覺得這隻好攻勢 不差 那就先叫做這一匹馬 配腳方面 這場賽事有什麼馬可以要 剛才也說過 這隻是放頭的馬 好分一點 然後我會選多一匹 選多兩匹馬 會比較上熱一點 但是穩陣一點 近跡都OK 那是哪兩匹馬呢 首先我就要了一隻 11至3拍檔 羅庫全的馬 都是穩穩陣陣的 很開的話都會繼續好 這匹馬以前就是因為那個傷患的問題 還有這隻馬是墮過馬 所以看到它是完全沒有競爭能力的 跑起來也是比較差 可能是有一些陰影 墮過馬 減分減到18分 轉來地跑 誰知道原來是可以的 可能也是適應到香港的環境 陰影都消除了 所以這隻馬越跑越好 這隻馬 你看到它一連兩場都可以入Q 放得明是減過龍的 所以你看到它來到這個分 我想還可以反彈 好像上季 這個馬房那隻 明德之聲 有權繼續跑得好的 繼續跑 贏馬路程 贏馬配達 難得這些馬球 沒得到的話 就繼續選擇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隻馬 以前是比較急口 現在的僵口好一點 沒那麼急 沒那麼長 所以它有權跑得好的 這場 賽前試了課集來跑 所有神操課期 單跳正常試 沒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些馬其實 所有東西都做得不錯 來跑 對 配備現在都夠得到 對 算得到 早段不會太鬥厚 今場賽事 爬上一個漂亮檔 五檔 這個馬房最近信心保證 穩陣 對嗎 穩穩定定的 那些馬不會突然間失準 所以我就會要一隻自費拍檔 對 我覺得這一匹馬還有權贏 這隻馬當然會拖回 對嗎 另外還有一匹馬要選擇 就是一隻六 日日夠 對 六號日日夠 莫雷拉跑 是貪這件事 對吧 因為莫雷拉來說 今季贏泥地 大師傅來說 他表現最好 潘頓沒贏過泥地今季 田泰安沒贏過泥地 巴道沒贏過泥地 前列騎士說 莫雷拉跑泥地的成績是最好的 那麼這場賽事 繼續跑回這個入Q的路程 上次就是跑這個路程 而跑得好 泥地1200米 那這些馬都是 其實他 論個台形都不是五巴馬 只不過就是 早前可能未找到一個 他自己適合的場地和路程 所以就是比較差 那這些阿根廷的馬 南美的馬 要一些時間適應 現在適應到了 剛剛 上一局一跑來地1200 霍雲星都可以跑到第二 今次被莫雷拉跑 十當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這些馬 因為他是一隻1400米馬 我覺得 他跑1200米馬 最好就是 早點踏著他 早點踏著他 早點踏出去追 踏著他最好 所以排外檔 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馬 那給莫雷拉跑 文家梁莫雷拉燕門 今季都很穩陣 所以就要買了 所以這場賽事就很簡單 十很公勢做膽 拖回就是 十一至FIT拍檔 六號約一九 講完這場之後 就去講下一場 第七場賽事 香港卡賓會30周年紀念杯 二班的1200米 這場賽事我覺得都不複雜 九匹馬跑 繼續一膽拖兩腳 膽要哪匹馬呢 這一場賽事 我就覺得膽 是可以要容天鵬馬房的 家應正應 這一場我自己就選了三匹馬 首先我就要了一隻六號 家應正應 首先容天鵬 全日那一手馬都是蠻好的 這個馬房 這個人生日 剛剛其實他都搏 禮拜三 容天鵬 一個容天鵬 一個鄭俊偉都是搏的 因為生日 容天鵬 全日都上名的 但是贏不到 真可憐 我想他這次 又是出一手馬 都有權是搏的 家應正應這一匹馬 就 不要以為梁家俊跑不好 容天鵬和梁家俊 整日都有些馬 好的 合作成績好的 沒有問題 為何不讓潘頓跑 潘頓武馬跑 做到磅才行 116磅 超兩磅都做不到 所以讓梁家俊跑 不要說是否想留下陰謀論 我覺得不是 今季梁家俊搭容天鵬 有三分 一個配搭 就沒有問題 再加上 這場賽事 他跑回梅地 梅地上季三班的頭馬 三班贏過梅地上季 那時候 背著129磅 在三班80分贏馬 贏厲害了公正福將那些馬 好眼光那些 都是今場聖神 也是對方 所以 其實 嘉應精英在今場賽事裡 有一些對手 他上季已經贏過 那 今季梁家俊跑 排馬的六檔 我覺得挺好跑的 因為今場賽事 他是一隻擺前面走的馬 二三位又可以 自己帶到 今場沒有馬走的 好眼光應該會帶頭 沒有了 然後 什麼馬帶頭 超能力追的 加州得迅速程不夠快 銀子也是追的 好眼光又帶頭 紅眼大師千二不夠快 嘉應精英就擺前面 醒神追的 文明之星都是三四位追的 閃聖寶區也是追的 所以這場賽事其實是很特別的 短途賽事竟然不是很多放頭馬的 放在前面的馬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隻 嘉應精英其實是挺好的馬 我覺得要要的 這場賽事我自己會是 拿他來先走 那 形勢也好 能力也好 泥地有陣 揹著我輕綁給梁家俊跑 容天盤最近有生日 整件事很合理 那 所以 嘉應精英我覺得 是要先要的 這些馬 其他馬再選 再選哪兩匹馬呢 醒神 要拖 這裡113鎊 其實是很著數的 上次跑草地 竟然都可以追到第四名 你說那組隊手藥 喂 輸比聖德威風 必長勝 是不是 不是弱的 如果他草地都可以 金鋪串回來 地跑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泥地 2V 泥地贏馬 1V 那今場賽事 被莫雷拉跑 這些馬比莫雷拉跑好的 他又是 要騎士幫他拿平衡 熱開入到色奧伏出去追 手三位會好的 今場賽事 整件事很差 遙本輝達莫雷拉 今季成績怎樣 今季一個Win 三個第二 一個第三 過半數的上名率 過半數的勝出率 不是勝出率 過半數的入Q率 所以就 整件配搭沒問題 泥地這些馬會跑 又輕綁 爬上七檔 入到直路伏出去追 我覺得 聖神是時候 他很想交代 這些馬跑泥地 但是他上季到現在 要是有什麼重綁 不可以 要是 但是他形勢不太好 就是排了一個大外檔 金鋪 操位 配搭適合 熱門 很合理 這些馬拖著他 再一匹馬再選 我會在好眼光 和禪勝寶區再選 兩匹馬各有好處 好眼光今場賽事 賺了一個形勢 因為放在前面 沒有馬走 剛剛買這一場 形勢他會賺 至於你說那一匹的 禪勝寶區 泥地怪傑 泥地癲 這些馬 對嗎 他也是很有條件 跑得好的 最後我選了哪一匹馬 最後我選了這匹 禪勝寶區 千二是嚴短的 但是 他勝在泥地很好 還有有一件事 呂建威也是穩穩陣陣 其實 馬雅在呂建威心目中 我相信 不會玩一個特別硬的騎士 只不過就是 他贏開 這匹馬是否勝寶區 對嗎 1650 爆彈那場 他贏 6.1倍那場 又是他贏 贏開也是他的時候 其實 這些馬 你沒理由換人 於理不合 上次 我猜他特意到是不濟草 跑了6550 馬雅輸了 正面立刻換人 可以 整件事 那輸了長 換人 我就 提升太多 我有理由 如果你覺得 他一定繼續跑得好 但我換人 是我的問題 這局比巴加道 會很硬 這些馬跑來 其實 不能夠以以前去跑草地的戰績比 泥地的馬真的好很多 這些馬又是 講美班車 你知不知道講什麼美班車 得半球馬 五歲之前 贏到二班 又有優異成績特別獎金 之前那一堆歡欣復星 又是講美班車 這次輪到這一匹 蟬盛寶區 全日得這一場的二班賽 得這一匹馬要趕火車 就是要贏多100萬的特別獎金 所以這兩個鬥志我覺得無需要懷疑 很簡單 你再看 你再看 12月有什麼賽程 還有什麼賽程 你數吧 有什麼賽程 沒有了 他這一場不贏 他跑泥地沒有賽程 是不是 因為你跑到第二沒理由加四分 加不了 就算你要加四分 你也要考第二 接著月尾可以補一班165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他肯定想搏 是不是 100萬多馬主如果贏到二班賽 所以就要換巴道 所以就要 整個 硬一點的配搭 然後 泥地遷移也和你報 泥地這麼厲害就沒所謂 繞一場 有一些新鮮感 縮到泥遷移 博他追到一段境 都是博的 所以 鬥志方面 無需要懷疑 一定跟你博的 又輕綁 泥地又這麼好 縮成賺級數 方進輝經常說 那就相信 的確 他泥地好的話 1200 都可以的 後上馬 你不跟放頭馬 好像超霸神驅縮1200 不行 因為放頭均速馬 縮下來1200 放不到就糟糕了 1600 你後上馬不同 1600 1200 他會追馬 這一匹 所以這一場 我就9號做膽 我想想一下 我原本想著6號做膽 我這次改變主意 我9做膽 論鬥志不用懷疑 泥地又好 9號做膽 拖回6號 加應精英 以及7號 省神 OK 好 這段片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贏多一點 重複一次今次的心緒 就是第二場賽事 就是 普攻勢做膽10號拖回6號 日也夠 11 自非拍檔 另外第7場 二班千賢 又是泥地 9號 禪勝寶區做膽 拖回就是 我要6 加應精英 以及7號的省神 好 這段片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好運 接下來賽事提醒大家 是跑星期日 1點開跑頭場 我這次選擇第2第7場 希望可以 好不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並且支持 星期二賽馬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